你看我们这个舌头上 都有薄薄的一层舌苔 这个舌苔跟我们武藏六夫 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古人认为 这个舌苔跟谁关系最为密切 跟我们的脾胃关系是最为密切的 在《黄帝内经》 说是灵书的《邪七藏妇并情篇》当中就说 十二经脉 三百六十五落 结上柱于面而走空窍 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胃 这什么意思呀 实际上这个浊气就指 我们的水谷的这种精华之气 说这种精华之气啊 出来以后就到我们的唇舌之间 长成了我们的什么 长成了我们的舌苔了 和舌苔就有密切关系了 那就说脾胃之气旺盛 我们舌苔就有了 就出现了 那既然是这样 你在想 那这舌苔如果是薄胎 有但是又不是特别厚腻 这就是属于正常的 如果舌苔特别厚 那么也就说明我们脾胃 是不是就比较的重生了 太重生了 这种失拙之气就庸生了 所以它就厚了嘛 如果这胎没有 有的是什么呀 是镜面舌 还有的小孩什么呢 是地图舌 也就是说那舌头一看呀 这舌苔呀不是均匀分布的 而是这儿有一块 那儿缺一块 像个地图似的 称为地图舌 那么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是我们脾胃之气虚弱了 脾胃之气不充足导致的呀 我这么一说 可能大家也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舌苔 跟我们的脾胃关系 是十分密切的 除此之外呢 这个舌呀实际上 在我们那个临床上 意义也是特别大的 它不仅跟我们的心 有密切关系 跟我们的脾胃 有密切关系 而且跟我们各个脏腑 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这个舌呀 跟我们各个脏腑 它也有一个分布的配属 一般来讲 说我们这个舌尖 主于谁呀 主于心和肺 说我们这个舌呀 两侧跟谁有密切关系 跟我们的肝和胆 是有密切关系的 而我们那个舌的中部 跟谁有密切关系呢 跟我们的脾胃 有密切关系 我们的舌根部 跟谁有密切关系呢 跟我们的肾 有密切关系 所以这个实际上 就是一个舌 跟五脏六腑的 这么一种配属关系 根据这么一配属关系 在临床上 就可以进行诊断 进而可以进行治疗了 我们进行有密切关系 全部也是